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本来就很美,观众看着长大的姑娘长什么样子 观众最清楚,杨子的葡萄眼又大又亮,可可爱爱 杨子,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中国女演员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卓越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热爱 她的美丽,一直以来都是粉丝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娱乐圈的出色到如今成为当红一姐 杨子的容颜也在镜头前不断展现着不同的韵味 杨子的美丽不仅仅源于她的外貌 更体现在她自信,坚强的性格中 观众们看着这位姑娘一步步长大 见证了她从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 这种成长的过程让观众更加亲近她 对她的美丽有了更深的认知 杨子的葡萄眼成为她外貌特征的一大亮点 这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仿佛是她灵魂深处的窗口 透露着聪慧和纯真 葡萄眼下垂的眼角 似乎带有一种温柔的味道 让人为之心动 这样的眼神 使杨子在镜头前展现出别样的灵动和可爱 观众们通过屏幕看着杨子的长大 仿佛见证了一个邻家女孩逐渐绽放成花的过程 她的美丽不是静止的画面 而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每一帧都承载着时光的印记 杨子的自然和清新成为观众 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除了外貌 杨子更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努力而备受尊重 无论是在电视剧 电影还是综艺节目中 她都展现了非凡的演技和表演功底 观众们对她的喜爱 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外貌上 更深层次的是对她全方位才华的认可 总体而言 杨子的美丽不仅体现在她的外表 更融入了她独特的个性和才华之中 观众们通过镜头看着她的成长 见证了一个女演员从青色到成熟的过程 杨子的葡萄眼 清新自然的气质 都使她成为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赢得了观众们的心 杨子不仅仅是一位美丽的女演员 她还以其独特的性格和态度 赢得了观众的青睐 她的个性鲜明 自信而不张扬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这种内外尖修的特质 使她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许多粉丝心中的偶像 观众们眼中的杨子 不仅是一位演员 更是一个有思想 有见解的独立女性 她在接受采访时展现的理性和坚韧 让人对她的印象更加深刻 杨子的言行举止 散发着一种成熟和自信 这种独特的气质 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杨子的可爱和美丽并非 仅仅停留在外表 她的笑容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阳光灿烂的笑容 仿佛是她对生活最真实的回应 传递着积极向上的能量 观众们通过荧幕感受到的 不仅仅是角色的情感 更是来自杨子本人真挚的笑容 令人为之心动 杨子在事业上的拼搏和努力 也深受观众的尊敬 她不仅有着过人的演技 还展现了对待工作的认真和敬业态度 观众们看到她在片场的努力付出 更加坚信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来自于她的用心与才华 总的来说 杨子之所以成为观众心目中的偶像 既有她独特的外貌魅力 更有她独立自信 积极向上的个性 她的成长过程成为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而观众们通过荧幕 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 这位姑娘的美丽与魅力 杨子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给人启迪和正能量的存在 她的美丽早已超越了外表 成为观众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杨子人红是非多 你永远都不知道杨子肖战有多清醒 杨子 一位备受瞩目的中国女演员 她的名字在娱乐圈内外广受关注 然而 随着她的知名度上升 也伴随着各种是非和争议 杨子人红是非多 这似乎成为她娱乐生涯中的常态 杨子的演艺事业始于她的童年 她在多个电视剧中出演配角 逐渐展现出她的演技才华 然而 真正让她迅速走红的是 2018年的电视剧《湘密沉沉浸如霜》 该剧一炮而红 使杨子一月成为当红小生 她的精湛演技和清新的外表吸引了大批粉丝 成为娱乐圈的焦点之一 然而 随着名气的提升 杨子也开始面临更多的关注和质疑 娱乐圈的曝光度高 一言一行都可能引起公众的议论 有人称赞她的自信和独立 但也有人对她的一些行为提出质疑 杨子成为公众舆论场上的话题 她的每一个决定都备受关注 与此同时 杨子和肖战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热议的焦点 两位明星的合作和互动引发了大量猜测和传言 人们不禁开始思考 杨子和肖战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 是纯粹的友谊还是更深层次的合作 这样的疑问更加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 也让杨子的生活更加备受关注 尽管杨子人红是非多 但她在娱乐圈的清醒态度也备受赞誉 在风云变幻的娱乐圈中 她保持了相对低调的生活方式 不被外界言论左右 她在接受采访时表达出的理性和自信 展现了一个成熟而坚强的一面 总体而言 杨子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演员 她的人生充满了波澜和风景 在娱乐圈的舞台上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征服了观众 同时也面对着无尽的关注和压力 她的演艺生涯还将继续 而公众也将继续关注她的一举一动 见证一个明星的成长和风采 然而 杨子在娱乐圈中的成就 并非仅限于演技的表现 她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成为多个慈善项目的代言人和支持者 这一举动赢得了更多人对她的尊敬和认可 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投身于一系列友谊社会的活动 致力于传递正能量和关爱 与此同时 杨子在社交媒体上 也展现了自己的真实一面 她在微博和其他平台上分享生活琐事 心情感悟 让粉丝更加亲近她的生活 这种真诚和贴近感 使她在粉丝中建立了更加牢固的连接 成为支持者们心目中的可爱偶像 尽管娱乐圈是一个光鲜亮丽 却也充满竞争和压力的地方 杨子始终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心 她用努力和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而非仅仅依赖于外表和炒作 她在职业生涯中的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考虑 展现了一个成熟而理性的一面 对于杨子和肖战之间的传言和猜测 她一直以来都保持沉默 这种低调和理性的态度 让她在风波中保持了相对平静 她明白娱乐圈的风向如何顺息万变 选择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自己的事业和慈善事业上 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在杨子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娱乐圈中坚守初心的演员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凭借着才华 努力和清醒的头脑逐渐展露头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成为娱乐圈中的璀璨明星 也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期待 肖战和杨子 两位备受瞩目的明星 最近又成为媒体和粉丝关注的焦点 有传言称肖战偷拍了杨子 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两人关系的猜测和讨论 这样的八卦消息在娱乐圈中 总是引起轩然大波 让人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在娱乐新闻传播迅速的时代 八卦传言常常在瞬息之间传遍网络 肖战偷拍杨子的传闻也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一时间 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大量 关于两位明星的讨论帖和评论 有人表示 肖战和杨子在一起一定很有趣 也有人担心这样的传言 会影响到两位明星的形象 然而 对于肖战偷拍杨子的说法 官方和当事人尚未作出回应 在娱乐圈 传言和真相往往交织在一起 需要谨慎对待 有时候 八卦消息只是流言蜚语 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 因此 对于这样的传言 一些粉丝选择保持冷静 等待官方消息的确认 肖战和杨子的关系一直被受关注 两位明星也曾在一些综艺节目中有过合作 他们的默契和互动常常成为粉丝 津津乐道的话题 不可否认的是 两人在公共场合的互动确实增加了大家对于他们关系的好奇心 然而 每一对明星的互动都可能被解读和夸大 有时候只是出于节目效果或合作需要 娱乐圈的风言风语往往让人难以分辨真伪 需要谨慎对待 在八卦消息四起的时候 理性思考和等待官方消息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总的来说 肖战偷拍杨子的传言令人瞩目 但真相尚未明朗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对于娱乐新闻 我们需要保持理性 不过分炒作 等待相关当事人或官方的回应 每一位明星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而非仅仅是娱乐八卦的焦点 然而尽管八卦传言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引起轰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往往会看到真相的曙光 在肖战和杨子这两位明星的案例中 或许最好的方式是耐心等待 让事实浮出水面 娱乐圈充满了各种谣言和猜测 而肖战偷拍杨子的传言只是其中之一 有时候 这样的传闻可能是某些人为了炒作或引起关注而散步出来的 明星们的生活备受公众瞩目 隐私也因此成为一项珍贵的财富 对于肖战和杨子的粉丝而言 或许更重要的是关心他们的职业生涯 作品表现 而不是陷入无谓的猜疑和争论 两位明星都以其才华和付出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这应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娱乐圈中 时常会有一些不实的消息 但理性和冷静的态度 才能让人更好地看清真相 肖战和杨子这两位明星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无论是音乐还是演艺方面 他们都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才华 因此 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职业表现上 更能体现对他们的真正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娱乐圈中的八卦传言 往往会被证伪或被证实 而真相会逐渐浮现 对于肖战和杨子的粉丝们来说 最好的方式是保持冷静和理性 不盲目相信传言 同时为他们的偶像提供持续的支持与关注 在这个充满风浪的娱乐海洋中 理性思考和关注明星的专业成就 将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因为最终 是才华和努力塑造了一个艺人的声望 而不是顺时的八卦传言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